吳修榮,弟兄! 好,多謝! 我這幾年最喜歡講健康 因為理財講了二十幾年都有點厭 但是你們請我說健康就最合我心意了 我不是醫生,我又不是營養師 有什麼資格講健康呢? 事實上是沒有的 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為這幾年我自己做了很多的研究 而且我一會兒告訴你一些事情是我身體力行的 並且現在還在做的 先開場白,先吸引一下你 我這幾年,由大概兩年半,接近三年之前 醫生告訴我我正式是糖尿病了 糖尿病其實不是一朝一夕的 你要經過很多年的努力才會有糖尿病 即是會有糖尿病前期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可能是十幾年 等一下我才會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有糖尿病的傾向 或者是前期 那我正式糖尿病 那醫生說你要吃藥 那我吃了一個月之後 我就問醫生 我還要吃多久? 他說一輩子要吃了 因為糖尿病是脫不了尾的 你就一輩子要吃了 那我就不太奮氣了 我就開始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看了很多的影片 看了很多的報告 我就發覺糖尿病是可以跟著的 而且不用很久的功夫 但是你整個的飲食習慣 包括你飲食的時間 還有你吃什麼東西 是需要徹底的改變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今天叫做健康就是財富 我先開始share screen 健康就是財富 所以這個跟理財都有關的 如果你的健康不好 你會很慘的 你要花很多冤枉錢 還有最慘的就是 你就算壽命很長 將來如果最後那20年 是要躺在這裏的時候 那那個quality of life 就沒有了 那這個當然是不好 所以我一會和你分享的 其實全部都是我自己研究回來 兼了我自己的身體力行 是告訴你 那又再給你一些preview 就是我今早沒有吃東西的 我中午也沒有吃東西的 我上一餐是昨晚 昨晚我和家人一起吃飯 到現在是未夠24小時 但是我是每一天有23小時 是不吃東西的 我吃東西只有一小時是吃光 那你不用怕 你不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但是是經過一段時間 你轉了你的飲食習慣 你很自然會不需要一天吃三餐 那你省了很多錢 這個又和理財有關 你也省了很多的時間 時間也是金錢 那我一會就會解釋給你聽 不過我先聲明 我不是醫生 我不是你的營養師 我講的是我研究回來的 你自己不要就這樣聽我說 你就做 你就當聽故事這樣 然後你自己按你的需要 諮詢你的醫生 或者是諮詢營養師 是 剛才我講的是 我開始 是因為 醫生告訴我 我有糖尿病 糖尿病這件事是很糟的 但是原來 大部分的人 都要是糖尿病 要是糖尿病 前期 估計 有六七成的人 是有糖尿病的前期 或者是糖尿病的 他們不知道 醞釀了很多年 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驗身 他驗你身體的糖 你還未是糖尿病 你身體的糖 就算多了些 醫生都說是正常 沒事了 但是我剛才說 糖尿病其實是醞釀了十幾年 那就是在這十幾年裡面 應該有些跡象 是你已經是向著糖尿病進發的 你不做些事 你自自然然有一天 就會有糖尿病的問題 你夠不夠長命的 一定不會有糖尿病的 原來糖尿病的根源是什麼呢 糖尿病的根源 就不是你身體有很多糖 那是結果 你身體有很多糖 是因為你身體裡面 有一個現象 是叫做胰島素的抗拒 胰島素 神做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我們的身體很精妙的 每一個器官都有它的作用 你跟我的身體裡面那個胰臟 pancreas 就是 那個功用 就是凡你身體吃得有很多糖 它就要按住糖 因為我們人的身體 不能夠有太多糖 那我們吃的carbohydrates 那個carbohydrates 就是二氧化碳 這些食物是什麼呢 飯啊 麵包啊 麵條啊 薯仔啊 澱粉質啊 這些東西 全部呢 一轉進身體呢 就變成glucol 變成糖了 還有第二樣的糖分呢 又很厲害的 甚至更厲害的 就是我們這些水果 這些水果呢 越出越甜 越出的樣子越漂亮 其實呢 這些全部呢 一進入我們身體 就變成fructose 果糖 果糖 果糖更糟 果糖你身體 只能夠一個器官消化 就是你的liver 那你身體這麼多糖呢 一邊吃東西呢 那你的胰島素呢 就一邊要擠出來了 胰島素呢 是一個荷爾蒙來的 這個荷爾蒙的主要的功用呢 就是幫我們按下一些糖 它按下一些糖的方法呢 就是要將糖分呢 是放進去我們身體的細胞裡面 所以胰島素呢 是一個儲藏的荷爾蒙來的 就是你吃東西的時候呢 你的荷爾蒙就出來 你的胰島素就出來呢 就是告訴身體聽呢 要儲蓄這些 因為呢 你可能翌日沒有東西吃的 人呢 最初呢 是打獵的 打獵呢 你不是餐餐呢 都可以吃的 你打不到的時候呢 你就沒得吃的了 所以呢 人開始呢 就不是三餐的 三餐是近代的 那呢 你胰島素呢 就將你的糖分 就很多呢 是身體會化成脂肪的 為什麼呢 因為脂肪呢 儲存呢 是比較 efficient的 那呢 就糖分多呢 全部變成脂肪呢 就儲存在我們的皮下啦 儲存在我們的肚腩啦 儲存在我們的器官啦 那就是全身呢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脂肪呢 到有一天呢 你的細胞呢 就說我真的已經沒有位了 你 你胰島素再迫我 是接受這些糖分或者脂肪呢 我已經負荷不了 於是呢 身體呢 開始呢 就不聽洗了 它就抗拒了 你胰島素呢 怎樣 要 放那些糖分和脂肪 進去身體呢 身體都抗拒了 那就變成有胰島素抗拒了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那十幾年呢 你身體的胰島素呢 是越積越多的 因為呢 你的身體糖分越來越多呢 它要多一些的胰島素呢 它才能夠是 壓低那些的糖分 所以你的胰島呢 其實呢 就是一直呢 是 很辛苦啊 越來越多呢 但是你的身體就一定要 一定要抗拒它 好了 那這樣的情況呢 是導致什麼呢 導致不僅是糖尿病其中之一 你的血壓開始就高了 你開始癡肥了 大肚腩 你發覺美國人呢 有超過一半呢 是obese 癡肥不是fat 不是肥仔那麼簡單 是大肚腩很肥的 血脂異常 你的血脂有很多糖分在這裡 有很多油脂在這裡 你的內臟脂肪呢 就囤積啦 你見到肚腩那些呢 那些肥膏呢 那些是你見到的脂肪 但是呢 當你見到肚腩那些脂肪的時候呢 其實你身體那些內臟啊 你的肚腩啊 你的胸臟啊 你的胸臟啊 你的心臟啊 你所有那些 你的內臟呢 全部都積了很多脂肪在這裡 神臟我們每一個內臟呢 都有它的功用的 你的肥膏都積在這裡呢 它就不能動作 你的抵抗能力就低了 你呢 甚至會有癌症的情況 高尿酸啦 炎症啦 內皮功能 障礙啦 你的血管塞啦 全部這些呢 都跟我們身體那些 身臣代謝啊 心臟啊 那些那些症狀呢 是有關的 那還有呢 它 胰島素阻礦呢 除了糖尿病之外呢 那還有呢 心臟病啦 中風啦 血管閉塞啦 我們的腦會影響啦 老人癡呆啦 如果糖尿病很重要呢 那隻腳呢 會爛呢 是不埋到口 要割隻腳的 很多人要割隻腳的 還有呢 你身體那麽多糖分呢 你的眼睛會越來越閉 所以只是糖尿病呢 會引致這麽多東西 但是你這個胰島素阻礦呢 不單止是會有糖尿病 剛才說的是 是百病重生 所以其實呢 到我們年紀越來越大呢 如果身體差呢 那些功能差 那些抵抗力差呢 腦筋又越來越萌 眼又越來越萌 身體又很多的糖分啦 夜尿又多啦 那些呢 全部百病重生呢 歸根結底呢 就是身體你的胰島素 是太厲害 太厲害了 那頭 讓你看看這幅圖畫呢 由頭到腳呢 都會病的 全部這些呢 全部原來那個起因呢 都是你身體那個胰臟 是太過辛苦 胰島素太多 你的身體抵抗它 胰島素自己本身已經 多那頭呢 已經有毒了 再壓不住那些的糖分 就變了脂肪 你整身就好肥 越來越肥越來越肥 身體呢 就越來越差 那還有啊 那你要看醫生 那醫生十個有九個呢 就要你吃藥了 要你吃藥了 來壓住你的糖分 甚至呢 你壓不住了 你呢 還要打胰島素 這件事呢 其實就 不是很合理的 你如果明白我剛才說呢 你百病重生的 因為你的胰島素身體抗拒 那你還打這麼多胰島素針呢 你的身體一樣抗拒 那就是呢 你的身體那些胰島素呢 是周身這樣走 但是呢 對你減低糖分是沒有幫助 因為你身體是在抵抗著 在抵抗著 那我剛才說呢 其實呢 醫生說不傳遇 一生都要吃藥了 就因為我覺得呢 現在那些醫學呢 第一是驗錯症 因為他一直驗你糖分 你的糖分可能十幾年都 說叫做正常 就是在一個 range 裡面 是說沒事的 那他沒有驗胰島素 其實是驗身應該驗胰島素 有沒有一年一年 一年比一年多 就是你要同樣的糖分 要多些胰島素才壓得住它 那沒有驗到你胰島素有沒有增加 然後呢 到你跌下糖尿病了 他就開放給你 就是吃藥 吃藥當然由Metformin開始 Metformin就是幫你的Liver 不要幫它更加有效 按下你的糖分 不要製造這麼多 Glucose出來 但是只是那些 是治標不治本的 他只是幫你按下你的糖分 但是如果你不改變 你吃東西的習慣 你一樣還是這麼多 糖分和澱粉質 進來 你的糖分和脂肪 進身體都沒有減到 沒有減到的時候 那你就一直肥 那些糖尿病不好 一直越來越糟 所以到最後 醫生要你打很多胰島素針 一定是沒有幫助的 一定是沒有幫助的 好了 那我開始研究了 哇這樣啊 那時候我不能夠 是就這樣吃藥 來打胰島素針 我一定要研究一下 有沒有辦法可以跟治的 我發覺有糖尿病是不用怕的 第一呢 糖尿病不單止可以迅速地逆轉 我兩三個月已經逆轉了 而且不用吃藥 不用打針的 不用吃藥的 已經沒有吃藥很久了 根本從來不打 不打二島素針的 那你自然會好回來 好回來呢 那個 不單止只是說你沒有糖尿病了 這樣 是要將你身體的情況扭轉 如果你是太胖 你要減綁 你可以減綁 減綁 減綁不是我們的目標 減綁是很自然的 你身體不會堆積這麼多肥膏 你自然減綁的 你整個精神會好 你的情緒會好 因為你的身體的糖分穩定了 你整個身體的情況是改善了 你會睡得好 你吃東西會不會少了呢 如果你到你好像我這樣一天吃一頓 你吃也有限的 你不會肥的 減綁最怕就肥的 大多數人都肥的 但是我們這種方法是不會肥的 保持的 但是你飲食的習慣和飲食的內容 要做重大的改變 以下我就是告訴你 我這兩年親身的經歷 但是先告訴你 結果是怎樣 沒有了糖尿病 不用吃藥 更加不用打針 瘦了25磅 保持回 我由接近160磅 現在是維持在133至135磅 腰圍瘦了4至5吋 全部的衣服要丟掉 全部要換個身的 但是我保證你會笑著來扔這些衣服 買過了你不會是介意的 整個飲食的習慣 整個生活的習慣是改變 吃的東西是改變 你自己會覺得你精神了 不會吃完下午就立刻要睡覺 整天都淹淹肉碎 打哭露 不會的 現在我一天還在工作16至18個小時 我剛才說是我前日才生日 我是1952年12月13日出生的 我兩天之前就達到70歲 但是我剛才 今早做完一個講座 幫Witton 芝加哥教會做完講座 我中間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我就去游了幾十個堂 然後才回來的 我今天還沒吃東西的 但是你不會發覺我精神很頹喪 與無倫次 不會的 我很精神的 很精神的 這個精神不是靠喝咖啡的那種精神 這種精神 是一會兒我才告訴你 是你不吃東西 但是你的身體是在吃東西的 不斷是有很充足的能力 是來幫你產生能力的 好了 那本人兩年抗戰心得 那個目標是什麼呢 剛才說 如果你身體那個問題 主要是因為你的胰臟是overwork 你的身體抗拒 它分泌的胰島素 那你的目標一定 就是要讓你的胰臟不要那麼辛苦 你要讓它休息 讓它休息 讓它休息 讓它不會有那麼多胰島素分泌出來 只有這樣才能夠扭轉 你那個胰島素抗拒的問題 就是你一定要讓你那個胰臟恢復的功能 那你一定要讓它休息 不能夠那麼多胰島素分泌出來 結果是怎麼樣呢 結果你永久定瘦身 精力充沛 你的心臟一定沒事的 血管那些的風險 一會兒最後我會教你一個方法 你可以很準確很容易地 是衡量你心臟病的風險有多高 顯著下降 腦筋清晰 情緒穩定 甚至患癌的機率都降低 好了 那麼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什麼呢 延長你不吃東西的時間 首先是傳統錯誤的觀念 是什麼呢 你一天要吃三餐 三餐裡面呢 早餐是最重要的 我發覺不是的 我已經沒有吃早餐兩年半了 早餐不是最重要的 早餐呢 最重要的是那些食品公司 宣傳讓你買的東西 早餐現在 那些人習慣了一定要吃 其實他不肚餓的 而且他吃的早餐 一開始一天已經 是吃錯東西了 對你的身體 很糟糕的 我們傳統說 是要少吃多餐 即是你一天三餐之外 你還要一直吃吃甜品 因為你吃的東西 很多的食物 變成了糖分 你的身體一消耗了 你又餓了 所以有一句 說吃5000價錢 說吃兩個小時之後就餓了 我以前聽到那些西人是恥笑我們中國人 哪都是的 但其實因為我們中國菜 飯全部都是澱粉質 吃了做糖分 糖分身體消耗都很快的 它很快又要回來 是叫你再給它多一點 所以我們經常會餓 你就吃很多食物 一直這樣吃 小吃多餐這個是錯的 好了新的正確觀念是什麼呢 正確的觀念是你需要延長你每天不吃東西的時間 這是你第一步 你逐步就不會吃三餐了 因為你吃東西的時間縮短了 你不會說我一天要早午晚上三餐 那你自然又不會吃小吃的 我現在不會吃飯的 一點都不會的 你將你吃東西的時間 局限於一個某一個時段裡面 其他的時間你不要吃東西 但是你說哇 那豈不是很慘 但其實你知不知道你每一天 其實你自然你已經有十二個小時不吃東西的 如果你晚上七點鐘吃晚飯 然後假定你不宵夜 假定你半夜不趕起床吃東西 你到第二天七點鐘吃早餐 你已經有十二個小時不吃東西的 所以你其實你已經在做十二個小時的斷食了 但是你應該是將這個十二個小時 是來延伸它 第一步呢 加多四個小時不吃東西 那就是這個所謂一六八 大家都聽過了 這個是我們做這個間歇性斷食的第一步 就是延長你不吃的時間 由十二個小時到十六個小時 那這個是間歇性斷食 其實一點都不難實行的 但是你一直實行的時候 你一定要按步漸進 你不能夠一下就像我這樣 一天吃一餐 你會餓到手停腳鎮的 你不行的 所以你一定是先逐步來 逐步來 逐步來我剛才說的十六一六八 十六個小時不吃東西 一八六十八個小時不吃東西 二零四這些 就是你看著的鐘就是這樣 十一六八可以是第一步 就是你延長四個小時不吃東西 那你早上起床不要七點鐘吃早餐 你等到中午才吃所謂brunch 就是你一天的第一餐 你的breakfast break了你的fast 你不要那麼早 你是中午 那你吃了你六點鐘才吃晚餐 那你全部的東西就在八個小時裡面 十二點到八點這段時間 八個小時裡面吃光 你喜歡三餐也行 你喜歡兩餐也行 你吃的東西都不要轉著 你先是一天不吃東西的時間 你是長一些 由十二個小時延長到十六個小時 那這個很輕微的 然後到你可以加多兩個小時 十八個小時不吃東西 就是你吃東西的時間 局限於六個小時 那你如果六個小時 你就很難吃三餐的了 你到時很自然就會吃兩餐 有些人就吃早餐和晚餐 有些人就吃brunch和晚餐 你很自然縮了 然後到差不多幾個月之後 你習慣了 你可以再延長一點 一天有二十個小時不吃東西 你吃東西的時間就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你不可能三餐 你就兩餐 兩餐慢慢的 當你二零四 我就二零四有好幾個月 然後我發覺 我就不用吃兩餐 我一餐已經可以搞定了 那你就可以變成二三一了 但那個不是每個人都要做的 不是每個人都要做 就算你做 你都不需要一輩子做的 你身體有些特別的需要 你需要這樣 令你的身體改變一身 那你可以做二十三一 一段時間 或者你可以一個禮拜做一天 兩天 其他的時間 你可以一百六 一六八 你不用一定 是說你經常都這樣做的 好了 這個是誰來的 這個帥哥是誰來的 不是我 一定不是我 一定是誰來的 在香港來的 你就知道 知不知道這個是誰 古天樂 是的古天樂 古天樂現在五十幾歲的了 很英俊 很健康 很健康 你猜古天樂 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最出名的是他長期 就好像我這樣了 所以我就想 好像變成古天樂那麼英俊 所以我就一天一餐 但是古天樂已經是十幾二十年 是這樣的了 他一天一餐 即是他二十三個小時 是不吃東西 喝水、喝茶、喝咖啡 但是一小時 就什麼都吃 什麼都吃 是一個小時吃到飽 那是一天一餐的斷食法 這個就是策略一 延長你不吃東西的時間 好了 剛剛說 這個目的是讓你休息 你要你的胰臟休息 最有效的辦法是什麼呢 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不吃東西 不吃東西它不會擠胰島素出來的 所以原理就是 胰島素剛才說是儲藏的賀爾蒙 是你身體有食物進來 它就化成糖分化成脂肪 那你的身體有胰島素的時候 其他你身體那些 用你身體那些的脂肪 就全部休息了 就是這個好像那個抖抖板那樣 是一高一低 不可以同時出現的 你身體有兩種的賀爾蒙 一種就是儲藏的賀爾蒙 就是這個胰島素 一種是消耗你身體 積存那些的脂肪 和糖分的賀爾蒙 兩者不能夠同時出現的 你不斷地吃東西的時候 你整個身體都是儲藏的 那些使用你身體脂肪 糖分的賀爾蒙 就全部不能出現 所以你不斷地吃東西 你整天都肚餓 但是你越來越肥 但是你又越來越肚餓 那怎樣能夠叫儲藏素休息 讓消耗你身體的賀爾蒙出現呢 那你就一定要不要太多時間吃東西 你不吃東西那段時間 我記得我們身體裡 其實積存了很多脂肪 30天不吃東西我們都可以生存的 不吃東西可以很長時間 你都不會死的 喝水你就兩天不喝你就死了 但是你不吃東西 你最多是一直消瘦 到你很長時間不吃東西 或者消耗你身體那些肌肉那些 那你當然不要這樣做 所以我不贊成是延長的 延長的延長的延長 延長的延長就不會 令到你身體是不見那些肌肉那些的 但是你不吃那段時間 你照樣運動 照樣活動 照樣做事照樣想事 你身體是需要能量的 你身體是需要能量的 那你的身體那些能量 既然你沒有食物進來 他去哪裏拿呢 他都要原料才可以製造能量的 他去哪裏拿呢 所以我經常說你不吃東西 你身體要吃東西的 那他去哪裏拿呢 他去你身體裏面 他去拿什麼 我們儲藏了那些糖分和脂肪 那你哪裏還有糖尿病呢 你這個糖 其實我們身體那些糖分 每天幾個小時時間 已經全部消耗了 然後他呢 就消耗你身體的脂肪 你要訓練 我訓練我的身體呢 是用脂肪來製造能源 不要再靠燒糖分 我怎樣訓練我的身體 不要再期望有糖分進來 可以燒糖分做脂肪呢 就是你減掉你的carbohydrates 讓很少東西進入的身體呢 是會trigger那些脂肪的 那個身體呢 主要的原材料呢 就有三樣 第一樣呢 就是糖分 第二樣呢 就是protein 第三樣呢 就是脂肪 這三樣呢 糖分就立刻 trigger insulin的 protein呢 就trigger insulin 少少 不是很多 但是脂肪呢 是完全不trigger insulin的 所以呢 一會兒我們策略二呢 就要改變你吃的東西 我可以先宣布給大家聽呢 喜歡吃五花腩的那些呢 你一會兒聽到我說 會很開心的 因為呢 我們可以吃很多動物的脂肪呢 都不要緊要 因為呢 這裡說 消除身體的脂肪呢 要靠自己的身體去消耗 你那些肚腩呢 你一天做一千次sit up 都沒有用的 你消耗不了的 除非你隔天就跑馬拉蟲 如果不是呢 你消耗不了你的肥膏的 你一定要你的身體 在裡面來消耗 還有呢 我剛才說的 你器官積存了那麼多的脂肪呢 你怎麼消耗呢 你怎麼做運動 去消耗你身體 器官裡面的脂肪呢 你就要靠你身體 去拿你身體裡面的脂肪呢 來做能源 那你自然不會肥的 你不用著意去減肥的 你自然不會肥的 你自然呢 是整個身體 沒有了這些多元的脂肪 積在你的器官那裡 你的抵抗能力一定好 我告訴大家 我以前多年 凡是冬天 我一定是病過幾兩個月的 又不是大病 總是咳嗽 有痰 總是升沙 那我每年都買好藥 到時候都可以吃的了 那我做電台做電視 怎麼可以經常咳嗽呢 很辛苦的 以前很辛苦 一到冬天很辛苦 現在我的藥已經丟掉了 過去兩年的冬天 不要說沒有這樣病 黑痴都沒有打過的 你身體那個機能 是恢復回神給我們 因為原本的機能 是有很強的免疫能力的 好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策略 第二個策略呢 你只是做第一不夠的 你只是做第一 你不改變你吃東西的內容 你整天都會餓的 你會斷食得很辛苦的 你很快會擊敗的 第二個策略就是你吃的東西 是要徹底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呢 可能第二個策略呢 先要做 我剛才說 你先斷食先 我現在改變那個看法 其實你吃的東西 要先改變 傳統的觀念呢 在美國呢 為什麼過去幾十年 這麼多人吃肥呢 他那個food pyramid 一會兒我會給你們看 就說你要low fat high carb 美國人一 現在改變了這個這樣的 diet 過去這三四十年呢 就一半人癡肥啦 糖尿病直線上升啦 我一會兒給你看看 嚇驚你 全部是這三十年四十年的 你如果上網去查一下 70年代之前呢 你看一下在球場啊 在一些公眾地方呢 美國人個個都又瘦又健康的 踏入七零年呢 美國人開始肥啊 就因為他的 diet 有問題啊 因為政府呢 是告訴他呢 要low fat 要high carb 這個叫standard american diet呢 簡稱為sad sad sad 真是很sad啊 美國人呢 adopt了這個的 diet呢 健康 立即走下坡 給你看了 這個呢 直到幾年前 現在政府不push這個了 知道這個不行的 grain bread bean pastor 這些呢 在下面呢 就叫你天天吃 天天吃 這些全部是 碳水化物呢 一吃到你身體呢 就變成glucolose 那些insulin 就擠出來 肉啊 這些呢 一個月吃一次喔 叫你不要吃肉喔 所以過去美國呢 從70年代開始呢 那些肉啊 那些燒露呢 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 反而呢 是這些 這些這樣的麵包啊 這些這樣的米飯啊 pasta啊 spaghetti啊 這些呢 就直線上升的 人人都以為吃這些是健康 現在發覺呢 這個是完全是錯的 完全是錯 所以現在的 diet呢 要反過來 low carb 這些要在上面 然後呢 動物的脂肪呢 好的脂肪呢 是應該經常吃的 多一點吃都不怕 因為你的身體其實是喜歡 動物的脂肪的 但是不喜歡這些的 好了 繼續 你看看 這個呢 就是60年代呢 大概只有10%左右 是美國人是脂肪的 就是九成的美國人的身材是OK的 不脂肪的 你看看 現在呢 70年代開始 8090 low fat high carb 那個 diet呢 現在呢 是接近四成的美國人呢 是obese的 obese 痴肥 痴肥 痴肥一定的身體有問題 他整身這樣肥高一定有問題的 這個是包括我們在美國 包括中國人 包括現在在大陸裡面 包括台灣呢 都是那個肥胖呢 一直這樣上升 你看看呢 世界的國家呢 日本還是最健康的 2015年 這個是7年前 日本呢 他痴肥呢 4%左右 日本人那個 diet呢 就不是low fat high carb的 然後呢 歐洲呢 這些法國人呢 法國餐很肥的 法國餐 那法國人應該很多心臟病 很多痴肥 又不是啊 又不是啊 法國人呢 15%而已 高於日本人很多 但是跟美國人差很遠 你看 一直這樣上去呢 到美國呢 四成的人 obased 就是剛才給你看的那個測試 墨西哥 美國人比墨西哥更肥 墨西哥人 雖然墨西哥的 diet呢 好像很肥那樣 但是其實美國人呢 low fat high carb 變成今天這樣 那這個呢 糖尿病呢 就直接上升了 這個很慘 很慘 好了 錯誤的觀念呢 standard American diet 不行 新的正確觀念呢 low carb low carb low carb 甚至有些人呢 是需要呢 是no carb 一段時候 我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吃米飯了 沒有吃麵包了 沒有吃那些薯條 那些澱粉質那些 或者是spargetti 那些 那我吃多很多肉的 中蛋白質 你吃多些肉 動物的肉 很自然呢 你就會多很多protein 的了 protein是不怕的 protein對你身體好 然後呢 高的優質的脂肪 high fat good fat 吃脂肪去減脂肪 eat fat to lose fat 因為你要訓練你的身體呢 是用你吃進去的good fat 來製造energy 這些脂肪製造出來的energy呢 就叫做ketons ketons 大家都可能聽過 就叫做生酮 現在香港 台灣 甚至美國這裡很流行 就說生酮生酮飲食 ketons 生酮飲食呢 就是high fat medium protein very low carb 是扭轉了那個American diet 這個呢 就是生酮飲食 就令你的身體呢 是拿你吃進來 或者你身體的脂肪 是製造酮體 酮體呢 酮體呢 你的腦呢 就最喜歡的了 你吃下去呢 你的腦很清醒的 你的心臟呢 是受胃的 你整身的器官呢 除了一兩個器官呢 還是要酮飲食之外呢 其他呢 你的肌酮呢 就是可以滋潤到它 那你說 那我不吃那麼多 碳水化合物 我就不夠糖分了 那你不是說 有些的器官都是要糖分嘛 那你不用怕喔 因為呢 你的肌酮呢 是有一個功能 它會自動製造你身體 需要的酮酮 你不用吃那麼多酮酮的 你的身體呢 是自動會製造 適當的糖分 你等肌酮來製造呢 它就剛剛製造到你夠 你就不會呢 是出夠那麼多酮酮 你就不會整身呢 吃那麼多糖分和脂肪了 這個是新的正確的觀念 好了 我給你看看我每天吃什麼 我每天吃的東西呢 不吃米飯 麵條 麵包 薯仔 水果 水果呢 我只吃berrys strawberry blueberry boisonberry 這個糖分是很低的 你知不知道糖分最高的水果是什麼 香蕉啊 還有提子啊 橙啊 蘋果啊 那些 蘋果呢 本來真的 apple a day是健康的 但那些呢 以前是natural出來的蘋果 第一 沒有現在漂亮得那麼厲害 第二 不是全年都供應 第三 裡面沒有現在那麼甜 現在呢 你全年都買到 又漂亮又甜的蘋果呢 那個 其實吃下去是不健康的 吃下去的身體呢 那些futus 你的胰臟要process 你的胰臟process呢 又變成了糖分 又變成了脂肪 所以我全部這些東西呢 已經cut out了 完全不吃白糖黃糖 蜜糖 汽水也不好吃了 千萬 果汁啊 我以前最喜歡喝果汁 鮮榨果汁 哎呀 那些糖分 很重要 一吃下去呢 你那些insulin 馬上要出來 那些snacks 盡量都不好吃 不好吃 那我這些全部呢 已經不用了 好了 我吃什麼呢 我吃很多牛扒 差不多夜日 隔天我吃牛扒 我吃牛扒呢 我是買grass finish的牛扒 那在這裡呢 Berkeley Bowl有賣 Costco有時候 很多時候都沒有 你可以呢 是mail order回來 我就喜歡從這間 叫US wellness 訂回來 全部100% 買回來的牛肉牛扒 牛的內臟全部呢 那些牛呢 那些牛呢 只是吃草而已 為什麼要grass fed grass finish呢 grass fed呢 未必一定grass finish的 他 湯他之前幾個月呢 又餵他吃那些菊 菊肥 他重點啊 買多些錢啊 我買牛肉呢 一定呢 是要grass fed 到最後 沒有任何的grain grain grain 是carbohydrate 我都不要吃有carbohydrate 的牛肉 五花腩呢 肥豬肉呢 這個很棒 這些是good animal fat 問一下大家 你記不記得 以前呢 在香港呢 中國呢 那些人吃豬油拌飯啊 你有沒有見那些 你有沒有見 吃豬油拌飯的那些人呢 很多是肥肥脆的 心臟病 低的 中風的 又說沒有的 個個都瘦猛猛的 即是呢 不是吃豬油 就令到你肥的 豬油呢 是你身體呢 是很喜歡的 因為呢 他會變成他做keton 他會用到他的 所以是 我有很多 煮五花腩的方式 五花腩呢 除了燒肉之外呢 可以呢 就這樣 就這樣煮熟 他都已經很好吃的了 所以五花腩不怕吃 雞肉 organic的雞肉 雞肉那些 fat 是omega 3 羊肉 魚 魚 海鮮 蠔那些可以吃的 蔬菜 我都吃一些蔬菜 不用吃很多 一些蔬菜 動物的內臟 不知道大家吃過 牛骨水沒有 牛骨水是很多脂肪的 很棒的 牛骨水 這些呢 全部呢 都是脂肪 和呢 是好的 好的脂肪 和脂肪 那你只吃這些 我只吃這些 吃到呢 一餐呢 我吃到飽 吃到自己飽 不是說一餐吃完 以前的三餐 那些東西 你飽呢 你吃多些脂肪呢 脂肪是令到你的身體 是很有滿足感的 還有呢 我有沒有說過 早上飲 每天我吃四隻雞蛋 雞蛋 雞蛋是連蛋黃都吃的 蛋黃是很多脂肪 好的脂肪 好的protein 很多的維他命 蛋呢 我每天吃四隻 那你就會 塞住血管 你的血管 血管 現在新的研究 血管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不用怕血管 血管 血管是你的身體 運送的工具 你的好的血管 HDL 不好的低密度的血管 LDL 其實對你的身體 都是有益的 你沒有血管 你不行了 你的肌肉的脂肪 全部是血管 你的腦 很多是脂肪 血管是需要 血管是身體運送的工具 脂肪 脂肪 是不可以溶在血液 那裡 脂肪 是需要有 transportation 是將它 送到全身 是來做energy 的 所以它是運送的工具 塞住血管 的不是血管 來的 我的血管 我轉了 diet 之後呢 是高了很多的 但是呢 我其他的心臟病 那些指標 金油三肢的index 全部都是significantly improve的 那我早上呢 我就 我用很多的牛油 在Costco 買的那些 Irish Irish 的牛油 是很漂亮的 是自然的 橄欖油 我還用mct oil 我早上呢 就不吃早餐 我就喝一杯咖啡 咖啡呢 我就混一塊 自然的 橄欖油 甚至呢 我不吃 橄欖油 我用ghee ghee 這個是印度人 阿叉 發明的 就在牛油裡面 提煉它的醇脂肪出來 沒有了它的奶糖 lactose 沒有了那些 我就用ghee 放進咖啡裡面 一大塊 然後呢 我就擠一兩個tablespoonful mct oil mct oil 是在椰子油裡面 提煉出來的 medium chain triglycerate 是純正的脂肪來的 那哇 你杯咖啡 這麼多牛油 純脂肪 這麼多 椰子油 mct oil 純脂肪 那你就 哇 吃到這麼多脂肪 啊 血液就好不行 這個又是吃脂肪去減脂肪 你早上你喝了一杯這些呢 你到下午兩三點 你都不會肚餓的 我一點現在不覺得肚餓的 因為你喝了這一杯呢 純脂肪呢 不trigger你那個 你那些insulin 但是你身體已經有足夠的脂肪呢 一開始呢 已經是讓你的身體 就消耗了這些脂肪 兩三個小時之後 已經消耗了這些脂肪呢 那你身體呢 就因你成變 就趁機就消耗你身體裡面的脂肪 那你天天呢 就做大素材 那你怎麼可能是肥的呢 好了 我完全不吃fast food的 fast food呢 我以前很喜歡in and out burger 我現在不吃的了 因為它有很多化學物品在裡面 盡量少吃process food 那過去幾十年呢 美國人的身體這麼差呢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很多的process food 這些process food呢 那些包裝很漂亮的 吸引你嘛 全部這些food呢 就highly processed 混了很多化學物品進去 全部是變成型 是畸形的這些process food 吃了在身體裡 第一 這些是以前沒有的 這些是近這十幾二十年 才吃這麼多這些process food 你的身體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人的身體不能夠接受這些process food 他以為這些是很奇怪的入侵品 那麼這些東西呢 全部有很多的人工的ingredient 在裡面 也都呢 你要看清楚那個label 很多是add sugar 很多的sugar 很多的carbohydrates 這些一吃進去呢 你立刻insulin 就出來了 所以呢 反正包裝這麼漂亮的那些呢 你就千萬不要隨便去吃它 這些也是 有些呢 它是食物來的 你那些什麼薯條那些呢 不是真的natural potato來的 這些是processed 是highly processed 混了很多東西進去 而且呢 是很多的糖分 很多的carbohydrates在裡面 這些就全部要介了 好了 那我盡量少去中國餐館的 因為呢 還有一件事 你要改變的 就不要用seed oil seed oil呢 是對身體有害的 這些seed oil呢 就是在植物的seed那裡炸出來 那你中國餐館呢 它一定是用這些seed oil煮菜的 因為便宜啊 這些 還有呢 它炸東西呢 一定是用這些seed oil 而且它不會炸一次就丟掉些油的了 那些油是用完又用的 那些叫做千年油 那些對身體的傷害很大 那 講起油呢 我講的是 要避免這些植物油呢 就避免什麼呢 避免這些呢 避免這些呢 就是說植物油呢 就少肌肉了 動物油呢 就塞住你的血管了 其實這個是錯的 植物呢 含大量的 所謂Omega 6的脂肪呢 是不好的 這些是受到氧化之後呢 是會塞住你的血管的 影響你的腦的神經的 是加速你的腦化的 所以呢 這些植物油呢 現在就千萬不要用了 千萬不要用 我在講這些什麼 Canola oil Soy bean oil Grapeseed oil Corn oil Sunflower oil Sapphire oil Peanut oil Margarine Margarine 全部由這些油呢 是做的 這些油呢 是植物的種子拿出來 你想想植物的種子 會有多少油呢 為什麼它們能夠拿出這麼多的油呢 除了是大力的來壓它之外呢 還加了很多的化學物品進去的 這些的油呢 最初呢 就是工業革命之後呢 他們發覺呢 機器是需要潤滑的 所以呢 最便宜的方法呢 就是在植物那裡壓它的線 弄那些油出來呢 就用來潤滑這些機器 後來呢 我相信是Proptain Gamble 這些油呢 又便宜又多 我怎樣才能夠賣到這些呢 那如果騙了別人呢 用這些油來吃 食用這些油呢 那我就可以賣很多了 那但是那股味是很難聞的 這些植物油很難聞的 那就不要緊要 混一些化學物品進去 讓它香 讓它好似動物油那樣 那你就可以用來煮東西了 那這些呢 很便宜啊 幾元一大罐 Costco有 有些呢 超市場 哇 什麼這些油都有 這些油呢 我勸你呢 家裡油呢 快點扔掉它 不要用這些油來煮東西 這些油對身體不好的 我呢 用什麼油呢 最後 我用呢 沙律呢 你就用 olive oil 因為 olive oil的 burning point 比較低些 150度左右 所以你不要用它來煮東西 煮東西呢 你用 avocado oil 甚至呢 我用牛油 直接用牛油 或者用豬油 或者用鸡 鸡那個的 burning point 是380度的 所以是可以直接用來煎炒都可以的 不過鸡就貴一些 你可以用牛油來煮東西 或者是用 avocado oil 來煎東西 那就不要用這些材料的油 好了 那就 剛才我講的 這個是我最後一張 slide 你可以 驗完身呢 你就不要 不太理會那些 cholesterol 高不高 我的 cholesterol 去到三百幾的 我自從轉了我的 diet 以及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之後呢 我的 HDL 是升高了很多 HDL是健康的嘛 那麼 LDL又升了很多 但是那個不用怕的 你整個 cholesterol 就是你身體 因為已經 現在習慣了 是燒脂肪的 脂肪呢 是需要運送你身體 各個部分 來使用 造成 energy 那麼自然呢 你的 HDL 會活躍了 你的 LDL 會活躍了 所以呢 你身體好了 你的 cholesterol 是應該高了 你不用 聽醫生說 要你吃 statin 不用 不用 但是呢 我的金油三脂呢 那個指數呢 是一直降的 你說你 你每天吃這麼多脂肪 早上一起來喝這麼多脂肪 為什麼你身體血液裡面的金油三脂反而一路下跌呢 很簡單 因為你身體吃了你的脂肪嘛 你身體天天在清洗你的脂肪嘛 那你怎麼會有很多金油三脂呢 這個的ratio呢 就是你金油三脂的指數 divided by你的HDL的指數 HDL越多越高 你這個指標就越低了 這個分母來的嘛 分母越高 那個數越大 你那個結果呢 得出來的結果就越低 是不是 這個是分子 是上面那個數 上面那個數越低呢 你的指標就越低了 大家聽得明白嗎 這個指標呢 金油三脂overHDL的指數呢 越低越正 越高越高風險 心臟病的風險 你如果這個是一二下呢 就是optimal 就是最理想 你想心臟病都難了 要是你的金油三脂降得很低 要是你的HDL呢 是升得很高 這個是好的嘛 金油三脂是不好的嘛 在你的血裡面的脂肪 所以呢這個越低 Traducerate越低越好 HDL越高越好 一個低一個高呢 你自然你的指標呢 就會一二下 或者很接近一的了 然後呢 有些人呢 是二以下 1.5以下 我都叫做ok 1.5以上呢 開始來到二 雖然這裡說 low risk 但是你都有些risks 你到三 就是moderate risk 就是說你再不注意你的食物 不注意你整體的健康 你就會跌下去四 你就high risk 最近有個朋友呢 我和你計出來呢 是9點幾接近10 我說是walking time bomb 你馬上要轉你的大日 因為呢 你的金油三脂非常高 你的高密度膽本身非常低 你要去到四五呢 你就 你遲早閉了 所以你一個這些指標 這個指標很多study出來 這個指標 是一個非常準確的指標 好了 那麼就 剛才我提過呢 你身體自食的功能 16至18個小時 你身體有自食的功能 那個呢 諾貝爾獎呢 你可以去download一個report 你看到一個summary 就是他在說什麼 另外呢 這個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就在這個2019年 是出了一個報告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權威性的健康的刊物 它是Effect of intermittent fasting on health, aging and disease 它分析呢 這個 鑒鐵性斷值呢 是有什麼好處 那是 值得你呢 是看一看 那你這些怎樣可以 那你這些報告呢 全部在我網址上面有的 我的網址呢 有很多很多的資料在這裡 我看看可不可以 給大家看一看我的網址呢 我看看可不可以share share screen到我的網址呢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就回去 share 我的 網址的 screen 大家看不看到啊 看不看到我的網頁啊 啊 譚天雪地啊 看不看到啊 看到 看到 OK 這個是sowing.com 大家可以上我的網站 sowing.com 你來到呢 我說譚天講信仰 雪地講時事 我四樣最花時間研究的東西 第一理財 第二健康 第三政治 第四是聖經 全部在我的網址上面 那這些呢 這些你可以自己上去看 那理財就是這個部分 心臟力健呢 這個就是健康的部分 你可以進去呢 這個部分呢 你進來呢 這裡有講解釋 為什麼雞蛋還有營養 在網上中國大陸 有一個叫彭哥呢 他是講了很多關於營養學呢 我是很認同他所講的 兒島素狀抗拒是百病的根源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我寫的 脂肪被人冤枉了50年 肥胖心臟病 不是因為你吃的脂肪 食育者 現在他們最新的報告呢 他們的壽命呢 反而更長一些 奧美加3對新陳代謝至關重要 我吃很多沙甸魚的 因為那些奧美加3對身體好的 血管和心臟健康最重要的指標是什麼呢 我就是解釋我剛才所講的指標 你在這裡看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指標 我的金融三支是降到很低的 我的HDR降到很多的 我的指標是0.6至0.7度而已 就是低於1的 那叫你千萬不要吃植物油了 最佳食物之一就是三文魚了 我以前講過這個間歇性 那這個是2021年8月的時候 在羅省講的 你又可以回去聽聽 那跟網友討論間歇性的斷食 很多很多的網友就給我 就跟我談關於他間歇性斷食 現在很多人在跟著我的 那他是可以用電子郵件來問問題 我就抽起一些的問答 我就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上去參考 這裡就講我從第一天開始間歇性斷食 是怎樣逐步這樣來做 這個糖尿病治癒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講我自己的經驗 其他那些是 其他那些是 我其他的資料是給過大家的 好了 我講的是這麼多 現在是3點鐘 我3點半就要去我們附近的 我們在那裡有一個 退休者的團契 那我就去那裡講 所以我們有一點時間 我就交給 是不是交給 Audrey 還是交給 不是糧傳道 我經常搞他們兩個 飯糧飯糧 我搞不清楚哪一個是飯 哪一個是糧 是哪一個是糧 所以中國人說 吃飯吃飯 你記住我可以了 吃飯那個 或者叫飯那個 叫飯那個 好 交給你 我要講的這麼多 好 我們先謝謝修榮的分享 我想有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有些Q&A 是嗎 如果有什麼問題 趁著 林先生在那裡 我們不如可以直接問他 好嗎 我問之前 我首先要做一個見證人 我一年多之前 林修榮帝就 叫我上網站 去看 去寫那些健康 我看完之後 半信半疑 跟著我上網搜尋一下其他 有關斷食 和類似生童飲食 這些資料 最後我得起心講試試 我試的時候 小弟是183磅 那現在 今天我磅是156磅 足足沒有了27磅 我是一個懶人 我還要做見證 但也要誠實 我是一個懶人 那我不像他 林先生那樣 就經常去做運動 我是沒有做運動的 這個是我的規限 或者是我的弱點 應該可以做一些運動的 肌肉可以好些 但是呢 我都減到27磅 而且呢 我中間回過三次香港 每一次回香港 就要跟所有親戚朋友 弟兄姊妹 組五晚三餐 當然除了旁邊的酒店 就天天早五晚三餐 就是擾亂了我的 這個堅持這樣 但是回來後 又會慢慢慢慢回歸正常 所以 我覺得 我作見證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那麼 那麼大家 現在的時間 交給大家 有問題 還有兩個補充 兩個補充 兩個補充 我這兩年多 開始注意身體健康 我發覺人的身體的構造 是真的非常精妙的 我們病 就是因為我們吃錯東西 吃得多那頭 我們沒有真的按照我們身體 最好的行動的方法 但是你一回去 神最初做我們的時候 那個設計 你順著祂 你身體自然是好的 因為身體我們有很多 神給了我們的功能 是治癒的 很多是治癒的 我剛才說的那個 是身體不好的細胞 吃了不好的細胞 不是 好的細胞吃了不好的細胞 這些全部是設計的 那是什麼呢 這兩三年 我很欣賞神的設計 我知道很多人 你欣賞大致 神的設計 但是當你注意自己健康的時候 你會欣賞到神設計 我們的身體 那個精妙 我們現在有153個人在 我不知道我們當中 有沒有人 你不是基督徒來的 你今天不知道怎麼聽到 我會在講健康 你不是基督徒 基督徒知道我在說什麼 因為我們基督徒是相信 凡事是神創造的 不是自己走出來的 創造就是有智慧 有能力 智慧就是設計 不是隨便的 是很精心的設計 是有大能 有智慧的創造者來做的 我知道現在說科學就是進化 其實進化一點都不科學 我可以和你聊三個小時 告訴你 進化是不行的 你只要想一想 現在有哪一樣東西在進化 你給我一個例子 是那樣東西在進化 退化我就可以給你十個例子 包括你的身體和我的身體 我們現在轉了一個健康 就是盡量維持我們的身體 不要退化得那麼快 讓你不要最後那十年要躺在這裡 人家服侍你 但是我們沒有一樣東西在進化 沒有一樣東西是由武變有的 我告訴你什麼是由武變有 那樣東西叫魔術 魔術是假的 你不要相信別人告訴你 我知道中國大陸出來的 你一輩子都告訴你 沒有上帝沒有創造 因為一樣東西都是進化來 人是猴子進化的 這個絕對不可能 我告訴你絕對不可能 我希望今天你不單止聽到我說健康 我完全是欣賞到上帝創造的奇妙 你真的要去研究 然後你就說神可以有這樣的智慧 將我身體各樣的器官這樣放在一起 我只要按著神給我那個 operating manual做 不要自己硬來 你的身體是足夠我們 一百二十年一百三十年 是足夠我們可以健康 一直到有一天你和我離開這裡 我們就去主耶穌那裡 所以基督徒是真的很多無比 基督徒是真的不應該是憂鬱的 基督徒應該每天起落的 當你看到神是多麼愛我們 給我們這麼美妙的身體 你一定會歡呼起落的 我真的說這麼多 這位呢 這位呢 這位在帳戶那裡大家可以看 18個月前跟隨我介紹做斷食 168成功減了22磅 現在仍然保持新的重量 即是減肥不出奇 你減肥完又肥了 那就只有一個刺 你可以保持 更加重要的 就是你不是減肥了 是不健康 你減肥了別人看 好像范全道那樣 你看上去健康的 他沒有了二十幾磅 你不會覺得他是藥不金鋒的 他健康了的 他的A1C 5.0、5.8這個標準 雖然說這個是糖尿病前期 但是大多數人都是糖尿病前期的 我們年紀大了 很少能夠落到5.1、5.2的 所以你糖尿病前期 不要變成糖尿病 就可以了 糖尿病一般是6.5 A1C6.5開始 你維持著5.7、5.8已經成功了 他的金油三支就降至95-10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降限 95-10還要努力的 我是50幾的 我吃這麼多肥是50幾的 你要吃多一點肥 吃多一點肥 讓你的金油三支就降再低一些 但是你如果以前是8.3、8.4、8.5 現在是95-10 恭喜你 LDL稍高至135 我的LDL是200幾的 200幾 因為我的HDL是100幾的 100幾加200幾 我的total cholesterol是360幾的 不用怕 不用怕 LDL是你身體質素轉好 你的身體多一點肥 你自然你的LDL會高 因為LDL是混送工具來的 它跟HDL的分別是什麼呢? HDL是把你血液細胞裡面的肥 一出一入一出一入 沒有問題的 所以不用怕LDL 蛋引致高LDL 可能是蛋引致的 但是那個健康的 不用怕 對血管沒有關係 Avocado 不是蛋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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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蛋引致的 所以 是健康的 不用怕 Avocado 油是可以的 延長肥膜 你不吃東西 你胃痛的 那我們有個概念 就是 胃是機器在這樣磨的 那你經常都有東西給它磨 要不然它就自己磨自己 那你就胃病 胃病不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身體習慣了 多少時間不吃東西 你的自然身體會調整 你的胃裡面的機器 那段時間不會自己磨自己 你不用怕 所以 反而有些人問我 那我會不會便秘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大便 不是因為你吃了很多纖維 去把它推出去 就是你不是現在在推出去 是你身體自然 這個也是神構造的奇妙 它自然是會消化的 所以你吃少一點 吃少一點脂肪是不要緊的 但是你喜歡吃多一點脂肪是可以的 不會餵病的 每天都會胃病 你開頭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168辛苦 你先試一兩天 慢慢 就是一定要循序漸進 因為你這麼多年 幾十年 都習慣了吃三餐 你早上起床 你不吃早餐 不是因為你需要 是因為心理上 你已經習慣了 你不吃不行 到時到後你就要吃 但是這個不是在我們的身體裡 其實最健康就是肚餓才吃 不肚餓就不要吃 你習慣了消脂肪 你自然不肚餓 不肚餓 開頭先試一兩天 然後你很自然 你就會168的了 168的了 Young people age 24都要168 那年輕人 其實他在中發育期間 他只要年輕人 有些運動 他不會癡肥的 他不會有糖尿病的 所以他如果只有24歲 就除非他真的驗出來 他是有糖過高 有糖尿病傾向 胰島素越來越高 你看到他不是很健康 經常癌癌肉碎 這樣就要看看他是不是需要 我其實說的是多數是中年 就是你幾十年都沒有 Take care 自己 好像我這樣 十幾二十年沒有 Take care 自己 你糖尿病前期 真的要做這些事情 才可以扭轉 但如果他在發育期間 或者是孕婦 或者你本身已經很瘦 你營養都不良 你就不要一直發 你吃多些東西 但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是60歲 No health problem How often should I do fasting 那你就可以一個星期兩三天 一六八來清一清身體 那些不好的雜質 是 improve 你的健康 我老婆已經在20年喝了 他已經是癌癌 他已經很瘦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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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開始做 一種瘦癌 你的糖會減低 你的糖會減低 你如果 你又 你很瘦癌 你會直接沒有瘦癌 OK 你這個要跟醫生商量 你是需要減弱的 因為如果你又吃藥 又減糖 你的糖又減糖 你的糖會太低 你會頭暈的 所以如果你在吃藥的話 你就要跟你的醫生商量 我想改變我生活習慣 飲食方式 看看我可不可以減低我糖尿病 不用吃藥 不用打兒育素 如果你的醫生說不要 你這樣做 你會很瘦癌 那你要找另一個醫生 因為他還停留在30年前的 醫療的知識 這十多年很多很精的醫療報告出來 我的醫生 我是給他醫療報告 請他看的 所以我的醫生是完全更新的 他沒有迫我要吃藥的 我亦給他看 是可以很激烈的 但我不知道你的醫生 是不是這麼蠻塞 那你可能要換醫生 但是千萬不要就這樣咳 168 Lose weight Very good in spirit Less effective 因為吃多了東西 吃多了東西 就因為你吃得不夠脂肪 脂肪是令你 satiated 令你滿足感的 你就會吃少些東西 第二你就餵食 你餵食 或者你配偶餵食 就變成吃多了 那你就 吃多些脂肪 你不會餵食 不會吃 你會這麼餓 Coconut oil is good Coconut oil is good Coconut oil是好的 MCD oil 都是Coconut oil裡面最精高的部分 所以Coconut oil是好的 Coconut oil is good Coconut oil is good Coconut oil 把你先生的驗血的報告給我幫你裝一裝 我們就看 唯一一類的血量是不太好的 如果它的particle size 是很小的 怕它會流出血管那裏 如果你的particle size 是 large and fluffy 你是不怕的 你如果是 intermediate fasting 和是轉了 high fat diet 它那個LDL的particle size 是很大的 是完全對你的血管是不會有事的 好了 那就似乎在這裏了 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我就要走了 范全道 又交給你 好 我們首先給一次掌聲林先生 多謝你很好的準備 我相信已經有些姐妹或者朋友 她已經在用林先生這個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不是她發明出來的 其實已經有很多醫療界的人士在說 就是坊間的168或者186 或者叫做生同飲食 大家可以上網 但是我建議大家上網看生同飲食 你就不要只是 譬如我分享生同飲食 我不是什麼什麼 你最好看一些 有一些資歷的 譬如有些醫生去講這些方面 你會拿捏到更加多的資料 肯定是有效的 我另外一些朋友都在用這個方法 是很成功的 就是不僅是減染 而是增加了那個抵抗力 我太太兩個月之前 就不知道在哪裡感染了COVID 她中招 我沒有理由不中招 偏偏我就是不中招 我看完所有事情 我跟她是完全生活一致的 只有一種不同 就是我的飲食習慣 跟她完全不一樣 我是比較談 我不是百分之百生同飲食 我都有時會吃一下雪條 我也會餵食一下間中 但是主流主流 主要來講 真的跟她那個飲食不同 我以前的體質是比我太太差的 我每一年都起碼有一次大感冒 就引起了烤喘等等 但是現在呢 我竟然COVID 我不中 還有每一年的感冒 幾年都沒有 這兩年是沒有發作過 我發覺這方面是對我很大的幫助 我盼望各位朋友 你也試一試 今天呢 這個呢 是